哈囉大家好我是主太那今天影片的內容就是要來帶大家來就是看一下布蘭底跟漢椒虎的比較 那 我們就是先來看一下就是他們的一般的數值 那我自己是有把那個成長係數的東西給加上去那成長係數就是每一隻英雄他們都有自己 就是一個成長值啦然後像布蘭底跟漢椒虎他們都是吃戰爭值 那我把他們的就是成長的係數拉成一樣就可以看到就是說 反正布蘭底他的前兩百可以成長8%後一排是7%然後漢椒虎就是全部都是成長7%這樣 就是把他們拉一樣就是連他們後續成長的那個東西都給他們包含下來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就是 在沒有專屬技能的情況下就是漢椒虎的 因為漢椒虎是全部空軍嘛所以他的那個 對於就是最後一排的提升會比較多一點啦會比較多一點然後 再來的話就是看一下他們被動技能的幼兒跟挑釁基本上 挑釁這個東西在沒有 專屬技能影響的情況下 挑釁基本上就是幼兒的上位版啦就是 比較進階一點 你可以看到就是 呃 幼兒跟挑釁都是前兩輪 然後前兩排 然後 前兩輪的話總共可以獲 那個布蘭底部分是可以獲得50%的傷害加深嘛 因為兩輪所以是25x2 然後我們漢椒虎的部分 就可以得到 100的傷害加深 然後 減傷的部分兩個都是一樣的都是降低傷害50% 然後漢椒虎還有一個更好的點就是說他有50%的機率可以 附加就是 施加隨機三位的那個50%的點燃 然後 呃 挑釁的話前兩輪嘛 所以其實我應該改一下就是 他可以觸發12次啦有機會觸發12次 那我們就算平均值啦 就大概能觸發6次的點燃效果 所以 那個 單純的英雄就是 你自己看就可以看到漢椒虎其實他的 整體的 數值啊被動機制上就是比我們的布蘭底還要優秀 但是當我們把專屬技能也一起 看進來的時候就可以發現其實他們的 差距有稍微的縮小一點點但是 漢椒虎的部分還是更全面一點啦然後專屬技能3的 東西啦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 不放進來討論了啦因為 兩隻專屬技能3其實是一樣的啦 就是兩個都是加攻擊嘛然後 說真的那個%數其實也不會就是那個專屬技能%數也不會影響到很多 所以我們就是直接從專屬技能5來看 那 專屬技能5的情況下的話布蘭底就是 他會變成他的幼兒會變成就是 前兩排的空軍就是會變成前兩輪就有兩層的幼兒 然後 這個時候才有機會可以施加就是 給隨機3位有點燃效果50% 然後漢椒虎的部分的話 他的挑釁的部分則是變成全部的空軍都可以獲得 等於他就是多了後面這後面3排的那個 空軍也都可以獲得那個 我們挑釁的效果 然後 他也可以就是對 就是這個才是最重要的就是他現在每一輪 開始就可以對3個敵人 施加50%的點燃效果 這個這個其實是最重要的點 那我們就是把他們就是 專屬技能跟原本技能合起來看嘛 就可以看到 就攻擊增強上面 來看 漢椒虎還是比布蘭迪強 但是這也正常因為畢竟是新英雄 那我們就看到比較有爭議的點就是說 他的挑釁變成全空軍獲得 然後 我們的幼兒的部分則是前兩排 然後但是他會變成兩層 然後我們布蘭迪他的傷害加深的部分就會追上來了 因為他是給兩層的幼兒嘛 所以他的25乘以2在乘以兩輪嘛 所以 總共你在第2輪的時候一樣是可以獲得100%的傷害加深 然後我們的 漢椒虎就沒變啦 但是 他變的點是說他的後排也會有100%的傷害加深 等於是說我們的漢椒虎的部分就是 多了後一排的傷害加深就是讓他的 後面的輸出會比較高一點 然後再來的話 減傷的部分 那減傷的部分的話就 可能有一點 漢椒虎的部分就有點燒弱因為 漢椒虎雖然一樣是變成全部的空軍啦 但是他其實因為只有一層的關係就是 只能減傷兩次 就是變成說 後一排就是生存率會變得比較好一點啦 但是 布蘭迪的部分是前兩排的空軍的那個 生存率會變得更高一點 所以就防禦面相的話就是 這兩個的話就是有好有壞 然後再來是 點燃的部分 由於我們的布蘭迪專武的時候他又有可以 附加 因為他有 總共會有 呃 總共會有12個誘餌在 然後又是兩輪所以就是等於是24個 所以他有24次的機會去觸發就是所謂的點燃效果然後 然後基本上啦就是英雄技能的 趴數大致上 從以前到現在差不多發動機率都在30%到40%之間啦 所以 他的觸發 就是他的觸發次數大概就是7.2次到9.6次之間啦 那我們就抓個中間可能就是8次 然後 我們的漢椒虎的部分的話 他則是有很明確的說就是50% 然後施加三位也是隨機的點燃嘛 那他的觸發點燃的次數就可能 會比較穩定一點 然後也有機會比較多一些 多一些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這個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就是每一輪對 三個敵人施加50% 的點燃 那這個的話就讓我們的空軍點燃流有比較多的主動性 因為 目前 空軍點燃流主流要嘛是明日香要嘛是阿巴德 然後尤其是阿巴德的部分 對於點燃流的提升非常非常的多啦 因為他本身也會讓一些負面狀態提升嘛 然後明日香是 也是有提升但是相對來說沒有那麼多 所以 今天如果你的 就是主要輸出的英雄 還是用阿巴德或者是明日香的話 其實漢椒虎的表現應該會 比布蘭迪好非常多啦 因為畢竟他 呃 我們的 布蘭迪 他只有讓前兩牌 有輸出能力 但是後面那一牌反而沒有輸出能力 那我們漢椒虎的部分算是讓我們的 點燃流算是更全面的一點啦 就是我們現在九格都可以 有不錯的輸出能力這樣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這個傷害加深的 部分啦 6個跟9個的傷害加深 還是有差別啦 還是有差別 他有 9個都有獲得100%的傷害加深跟 只有 前兩牌的傷害加深這樣比起來其實 長久看下來其實輸出應該還是會有 差 有一部分是說 因為他們的 誘餌跟挑釁其實就只有保持兩輪嘛 所以 布蘭迪其實會後續無力喔 他是 他是有機會就是越打越不痛喔 但是我們漢椒虎可能沒有這個 應該是說就是他的輸出能力會比 持續輸出能力會比布蘭迪還要更好 因為 他後面的 後面那一牌一樣也有吃到 傷害加深的效果 然後再來的話他每一輪又可以繼續施放點燃的效果 所以就長時間的持續作戰能力的話 還是漢椒虎會比較優秀 然後 專期的話基本上其實我們可以不用太去看 因為基本上這個大課長才有辦法去 達到的境界 那 雖然啦就是你們可以看到這邊 布蘭迪的那個 前兩牌的輸出終於接近 甚至是超過我們的漢椒虎 但是你可以發現就是 最後一牌的輸出還是有點稍微拉開了啦 然後 再來還有一個點就是說 我們在這邊雖然看到我們的那個 漢椒虎的 減傷可能會稍微有點少嘛 但是 當他到專屬技能期的時候他已經變成全攻擊 總共減傷四次 因為他的那個挑釁變成兩層了 所以在防禦面向他會比布蘭迪還要更優秀 很多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 以點燃6來講的話 你自己看 挑釁變多嘛 所以就變成說他能附加 那個 點燃的次數也變多 所以 我們的 布蘭迪可能還是維持在 好了不起算他9.6次啦 少了不起算他9.6次 然後 那個我們的漢椒虎的那個 觸發點燃的次數已經有機會來到18次 就等等 完完全全就是翻了兩倍你知道嗎 所以 所以在專屬技能期的情況下 然後再搭配阿巴德跟 免日翔 這種情況下 這種情況下 漢椒虎的整體表現會比 布蘭迪還要好上非常多啦 但是這個是專屬技能期的情況下啦 就是我們 這種平民玩家不會遇到的狀況 對 但是 其實可以看得到就是 呃 就是提升還是有的啦 雖然有的人說沒有到提升很大的幅度 可是我覺得 光是他給的點燃次數其實就給蠻多的 就是還蠻大的提升 尤其是這一個 這個才是點燃流最重要的東西啦 就是 點燃流你最希望的就是 開場就是 能鋪很多的燃燒效果 這樣 如果你是比較被動的就是人家打你才可以給人家點燃效果的話 其實你開場爆發會比較低一點 因為 通常來說啦 你開場爆發越高 那敵人的損傷也越高嘛 那敵人損傷越高的情況下 那其實他們後續的輸出也會比較低一點 所以 大部分 點燃流我還是比較傾向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每輪對 三個敵人 施加 就是那個點燃的效果 然後更 何況就是說 好你按長期看 按長期看就是那個長期的輸出 那挑釁跟右耳就是兩輪就沒了嘛 但是 漢交五好的點就是 他在第2輪之後還是可以持續的賦予點燃的效果 那就讓那個點燃流的那個續航又更久了 所以基本上我是覺得漢交五 比布蘭底還要好啦 但是如果今天 今天 你的布蘭底是已經有專屬技能5 就是在這個情況下其實你就是 只掃這個啦 你只掃這個然後你又沒有支援的話好吧 漢交五就跳過吧 但是 如果今天你是有支援的話我覺得你今天是玩點燃流的話其實漢交五我是覺得 光他這個效果這個機制就蠻不錯的真的蠻不錯的 然後如果你是無課或微課玩家 想要入坑 空軍的話我就會覺得漢交五就是英雄 其實你可以考慮把他也抓下來 對於無課玩家來講 無課玩家來講你不用練到專屬技能5的時候就已經 能夠附加點燃的效果了然後你再搭配可能你的阿巴德有練到專武 你的阿巴德有練到專武的話 呃無課玩家的空軍 那我們的漢交五的部分還有哪些東西可以講的就是說 在搭配鐵壁英雄的部分上啦 就是 我們漢交五跟布蘭底的比較起來就是其實最明顯的差異點就是在於說他對於最後一排 的加強 那 鐵壁英雄的部分的話 就不太推薦使用衝鋒發線號 因為衝鋒發線號的部分他可以觸發技能是前兩排 所以布蘭底使用他其實沒什麼影響 但是 我們的漢交五他對於最後一排強 強化其實是 比較明顯的 阿如果你還是用衝鋒發線號的話 效益會有點低 所以他搭配的 適配性沒有那麼高啦 所以還是比較建議你用公爵或者是白幽靈 當然我們手推的鐵壁 空軍的英雄的話一定是白幽靈啦 手推他 尤其是點燃柳的玩家 那就是 我目前的分析就先到這邊啦 先到這邊 那我們就是接著繼續聊就是 當期已經進入 第二階段的 功夫熊貓 我們就是接著來看一下就是功夫熊貓的活動 那目前已經進入到 第二階段的就是開了神王爺嘛 那除了開了神王爺就是還有開他的特權 然後不知道 陳幾何時 那個特權已經變成170塊了啦 我印象中以前都還是70塊 應該是從GA就開始 特權都已經漲到 170了啦 然後再來的話 官方的部分又多開了一個功夫包子的高級獎勵啦 然後這個東西我不知道該怎麼說啦 你的每日修行功夫訓練好歹都有給個 翡翠玉盤然後你的功夫包子卻連個 頭壺的劍都不願意給 然後 就是 要我們來克這個 然後又要再克170然後再克670然後直接解鎖那個 這個高級獎勵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超好的獎勵 我是覺得 有點太過了啦 有點太過了因為畢竟其實你現在還是在那個環球大四賽的期間 那有一些人本來就會克 環球大四賽的東西 或者是 的確現在是接近尾聲可能有的人不會克了 然後 然後 就 一連串的這樣連續 反正就是剛結束一個活動 然後那個活動也是要克金 然後接下來又馬上 接這個合作活動然後結果要克更多的金 我是覺得 有點 這個遊戲有點恐怖啦 是真的有點恐怖 所以我原本這一次打算要繼續克嘛 你看像我這個 我們的那個師傅的這個東西其實我都有 都還是有買還是有克金啦但是 看他出這個之後我真的心量一半啦 我心真的量一半我有一點不太想繼續花錢下去了所以 見仁見智啦如果你們覺得這個東西你們可以接受的話你們就那個 不過看起來應該給了頭骨的劍應該是 還行吧 只是我覺得如果以後這個變成常態性的話我沒有辦法接受啦 對 大概就是這樣第2階段就是多開了一個跟這個神王爺 然後 英雄的部分的話就我們剛剛講的漢椒虎嘛 的確是機制真的還蠻優秀的啦 然後尤其是一些玩家可能 你們的那個流光騎士啊 勇滿 或甚至是你們的晶片可能 就是屬性最好的晶片反而是薩克遜戰刀的話 薩克遜戰刀的話 這些玩家其實 把我們的漢椒虎抓起來都是不錯的選擇啦因為 我們的那個流光騎士啊跟我們的薩克遜戰刀這兩個東西 就很需要可以主動 添加 點燃效果的 英雄啦 所以 你有想要就是 你有這一個跟薩克遜戰刀的話 漢椒虎我還蠻建議拿起來的啦 那 以上就是我這部影片全部的內容那如果你覺得對你有所幫助的話也歡迎幫我按讚訂閱跟分享 克遜這種東西還是要見仁見智啊 我再提醒一下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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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